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变利的两种方式 咱们数变利的三种方式还记得吗 咱们数在变利的时候有前序变利对不对 有中序变利有后序变利 那么他们三种变利的时候呢 只是改变了一个callback 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回调函数的顺序 然后呢就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对吧 这点非常的神奇 是因为跟咱们函数的一个地规的一个地规站 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吧 因为咱们通过这个去深入的学习了一下地规这种东西 以及咱们的内存站是怎么去调用函数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学习下面两种图的地规方式 广度优先和深度优先 首先先了解这个概念啊 什么叫广度优先 什么叫深度优先 广度优先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我在变利的时候 比如说对A点的时候 我在变利的时候 我先把这个A旁边的节点全部变利一遍 OK 这第一圈 第一层的变利完了 再去变利第二层的 对吧 所以呢 它是相当于优先变利图的横向 当然呢 对于图来说 它其实是没有横向的概念的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尽量的对吧 把图表示成类似数的结构 方便大家去理解 那么如果对C这个节点来说 对它来说 它变利的时候 它会先把AD这两个 离它最近的变利完 对吧 然后呢 再去访问 在下一层的B这个节点 变利完之后 再访问下一层的EF节点 这样的由近到远的一种变利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深度优先变利 是怎么变利的呢 它这种变利方式是这样的 首先对节点A来说 假设从A开始 OK 从A开始的话 那么它会不断的探寻 最深的一个顶点 就是离它最远的一个顶点 然后呢 把这个远的顶点变利完之后呢 再逐渐的往回寻找近的 对吧 那这两种变利方式呢 是各有各的特点 但呢 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的广度优先变利的时候 使用的是一个 我们以前学过的结构 叫对链 那么深度优先的时候呢 它虽然没有用到数据结构 对吧 但它的思想 就是一种地规的思想 但大家都知道 地规这东西 跟什么有关系 跟站有关系 对不对 这咱们就是用了两种 基础的一种 数据结构 去实现一个高级的 数据结构的一些功能 这点就比较有意思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变利的一个思路 是怎么变利的 这个其实呢 并不是特别的难 也许你可能觉得 哇 那么多路径 该怎么去处理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有一种 很简单的方式 去表达它 首先我们看一下 图变利的基本思路 首先看第一条 每一个节点 有三种状态 对吧 咱们标记三种状态 第一个状态 未发现 第二个方式 第二个呢 是已发现 第三个呢 是已探索 这三种状态 OK 那咱们三种状态 分别带有什么意思呢 未发现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节点还没有被发现 就说是一个全新的节点 那么对第二种状态 已经发现 就说 比如说 已发现什么意思呢 假设啊 咱们到达了A这个顶点 那么未发现的是什么呢 未发现的是EF顶点 这两个是未发现 对不对 那么已发现呢 是B顶点 C顶点 D顶点 已发现 OK 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对吧 已发现 发现了其他顶点连接到此 单位查找止节点 全部连接的节点 就属于已发现 那么第三种状态 什么叫已探索呢 就是已经发现了 这个节点连接的全部节点了 比如说这种情况 我们到达了A顶点 然后呢 把它连接的顶点 BCD 全部探索完了 OK 它就属于第三种状态 已探索 OK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种啊 是第一点 要分 区分为三种状态 第一个 未发现 已发现 已探索 咱分别用三种颜色去表示它 未发现的呢 用白色去表示它 已发现的呢 用灰色去表示它 然后呢 已探索的 用黑色去表示它 OK 就是逐渐变黑的一个过程 对吧 用来区分上的状态 当然你说 我不喜欢 这种方式 当然你可以 用计算机的一些 常用的方式 比如说0 1 2去表示状态 对吧 当然用白灰黑 也可以 就看你自己喜欢了 反正 我们只要把这个状态 表达明白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我选用的方式呢 是用白灰黑 这么一种 比较方便 咱们用口头描述的一种方式 去表达它 注意啊 咱们再捋一遍 假设我们到达了A顶点 对吧 到达了A顶点 那么未发现的是哪些顶点呢 EF 对吧 已发现的是BCD 已探索的是A顶点 OK 好了 这就是咱们图变力的第一个基本的思路 对吧 把它区分为三种状态 那么区分为这三种状态有什么用呢 OK 咱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种状态 第一个 我们以这个广度优先变力为例子 OK 它是这样的 发现未发现的节点后 放在对列中 等待查找 并且标志为已发现 比如说现在我们到达了A这个顶点对吧 现在我画一个对列的结构 在这画一个对列的结构 OK 好了 我们发现了A这个顶点 然后呢 把未发现 发现了未发现 就原本全都是未发现的 对吧 因为咱们肯定在便利开始 全都是未发现的 然后接下来把BCD三个节点 原本是未发现白色 对不对 变为什么色 变为灰色 同时呢 入列 入列是这样的 BCD 入列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A就搞定了 对吧 就忽视A了 然后呢 第二步 在对列中拿出已经发现的节点 开始探索它的全部节点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对列是从这进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是从这出的 OK 现在我把B节点拿出来 OK 把B节点拿出来 然后探索它的全部节点 在这探索 会探索到哪个节点 会探索到A B AEF 都会探索到 对不对 因为呢 它存在这些边缘 但这个时候 A是属于什么节点 它是未发现的吗 它是已探索的节点 所以呢 这条路就不考虑了 然后呢 发现了两个新节点 EF 再把EF添加到对列里面来 EF OK 然后B搞定了吧 那B就属于已探索了 对吧 变为黑色了 变为黑色了 对吧 便利完此节点之后 将此节点标记为已探索 B已变为黑色了 好 那么接下来便利哪个呢 B出列了 接下来C出列 对吧 但C没有 但C呢 它会去寻找它旁边的节点 去找 去找A A已发现了吗 已发现了 然后呢 D已发现了吗 D已发现了 所以呢 它不做任何操作 直接就出来 然后下一步 D也是 它会发现哪两个节点 当我们便利到D的时候 它会发现两个节点 一个是C 一个是A 但呢 这两个节点都已经发现了 所以呢 不再继续进行便利操作了 OK 所以呢 它直接就出来了 那么对EF呢 也是一样的 它们不会再走过 不会再去便利 已经发现了的节点 所以呢 最终的便利顺序 是怎么样的 是A B C D E F 就是一个 A B C D E F 是一个广度优先的便利 对不对 那么这个例子啊 这是一个文字的描述 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用语言的 跟图 跟这种图的描述呢 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啊 首先 一开始的时候 全部都初始化 为什么 初始化为白色 我换种方式描述的 全部初始化为白色 对吧 OK 咱们从A开始的时候 先怎么办 先对A入列 再来一遍 先对A入列 A入列对吧 OK 然后呢 A 初列 初列的同时 探索 它的连接的 全部未发现的节点 就是把BCD 都探索了 在探索同时呢 入列 BCD 对吧 然后呢 A探索完了 OK 它可以标记是什么色 它标记为黑色 OK 然后最后 B节点怎么办 执行同样的过程 对吧 B节点 去便利 它的全部节点 AEF 要发现 A已经发现了 就不再便利了 就便利EF 这两个节点 OK 这就是广度优先 便利的一个流程 我们去实现一下 这个过程吧 这可能会稍微点难 对吧 这个韩式名字 叫做 BFS吧 对吧 等于Function 好 首先我们要确定 从哪开始便利 对吧 比如从A这个顶点 开始便利 第一个参数呢 应该设置为便利的 那个顶点 然后第二个是 操作的回调函数 这点呢 咱们的竖节构里面 也已经说了 对吧 咱们需要有一个回调函数 去处理这么这么一个便利到的一个元素 好了 怎么去便利呢 首先 咱们要做一个事情 把全部的节点标志为白色 就全部标志为未发现的节点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设计三种颜色 对吧 设计三种颜色 白色 外色是什么 未发现 未发现 然后呢 gray呢 已发现 未探索 然后呢 最后一个black 是什么 已探索 这么一种情况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第一步 要把全部的出使为未发现 对吧 这才是符合咱们正常的一个 一个思路的流程 那怎么去 做这么一个出使化呢 咱们用一个这样的方式 注意看代码 哇 init color 出使化颜色 等于function 在这里呢 我们将会生成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怎么样呢 我们要生成一个这样的数组 或者说生成一个这样的对象 OK 这样一个对象 说错了 那么比如说 它里面存储了 存储了全部顶点 它的颜色 比如说A顶点 标志为什么颜色呢 标志为白色 B顶点 标志为白色 就出使化的时候 对吧 C顶点 标志为白色 然后如果AB便利过了 对不对 那么呢 就把它变为下一个颜色 变为灰色 就这么一种存储方式 还是用对象的这种 建制对的存储方式 OK 那么咱们要把全部顶点 存储下来 对吧 那么当然避免不了 要用for循环去变立哪个 哪个属性 就是这个vertices 对吧 要去变立这么一个存储顶点的一个数组 这里呢 换成一个对象 OK开始 for わi等于零 i小于 vertice 点less i++ 然后呢 color vertice i 第二个顶点的颜色 设置为白色 对吧 最后呢 把color return回来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 可以设置了 わcolor等于什么呢 等于 initcolor 获取到一个 完全全新的数 对吧 这时候它color的结构 都是这样的 给代码 给代码演示一下 是这样的 color 等于什么呢 一个对象对吧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 a是什么呢 white 然后呢 这里应该用逗号隔一个对吧 然后呢 b 是什么呢 也是white OK 这是全部的顶点 咱们都初始化为白色对吧 这是咱们这么一个 color这个 这个 这个变量现在的样子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实现 广度实现的 广度优先便利实现的 广度优先便利实现的一个基础呢 是对列对吧 所以呢 咱们要回去之前写过代码里面 把对列找一下 对吧 这是咱们的对列对不对 好了 把它复制一下 对吧 复制粘贴一下 咱们现在用到它了 OK 对列 具体就不用管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用类封装起来了 那咱们要用的时候 new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里 初始化一下 哇 呃 qe ue 等于new 对吧 初始化一个 然后第1步怎么办呢 第1步 先对咱们要便利这个元素 先对咱们要便利这个元素入列 比如说咱们先要便利 v等于a OK 那便利a这个 这个节点 对吧 从a开始便利 那么对它先入列 怎么入列 这个方法 对吧 用en开头的入列 然后呢 把b 闯进去 OK 然后 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表循环 去不断的执行 这么 咱们刚才描述的一个这个过程 对吧 入列 入列 初列 便利的过程呢 放在表循环里面 然后呢 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is empty 如果 是空的话 就说是不是相当于咱们的这个对列便利完了 所以 当咱们这个对列 仍然有元素存在 就说还没有全部出列的时候 都要继续执行这个过程 OK 好了 呃 咱们来定下 now 现在便利的顶点等于什么呢 qe去出列 这个第1个元素出列对吧 然后去获取它的全部的边缘 编 等于什么 编存存哪 存存在在adjlist里面来对不对 然后呢 对应的now 这个 然后接下怎么办呢 比如说对这个例子来说 对这个例子来说对吧 咱们现在 有一个对列 对吧 然后呢 a已经入列了 a已经入列了 然后a在出列的时候 应该干嘛 就是咱们现在便利这个now对不对 a出列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把它的边缘 bcd 全部变 全部怎么样 全部便利一次对不对 好了 怎么全部便利它呢 for i等于零 i小于边点 less i++ 对吧 便利它全部边缘 然后接下来一步 便利到的顶点对吧 便利 比如说 起一个别的名字啊 比如说叫w OK 等于 咱们便利到的边缘 的第i项 OK 比如说 当i等于零的时候就b对吧 当i等于1的时候就c 当i等于2的时候就d OK 比如说咱们现在便利到b这个顶点了 现在它是 它 咱们要怎么办 如果 这个顶点 color w 就是说这个顶点对应的颜色 是白色 怎么办 白色应该怎么办 咱们刚才说了 对于咱们这便利的过程对吧 这个对列 a入列 然后呢 a出列 然后呢对它相邻的便利到的一个相邻的顶点全部怎么样 全部入列 b cd 全部入列 OK 这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对吧 全部入列应该怎么写呢 啊 准确说是未发现的全部入列对不对 好了 这里color等于wise 是不是说 白色就相当于未发现的 未发现的 全部 入列 并且 标志为 已发现 第2种状态 已发现对不对 那应该怎么去表达它呢 color w 等于 单复制的 等于gray 对吧 灰色的 已发现 然后最后一步 把它入列 qg.enqq 然后呢 把w给入列 对吧 把这个顶点入列 然后 对a来说 当它执行完这个过程之后 对吧 把它编球 变利完之后 是不是像 是不是相当于它变成第3种状态 第3种状态是什么 是 color w 等于 black 已经前后变利完了对不对 然后呢最后 如果 啊你你传了回调的话 那么呢 就执行回调函数 然后呢把当下这个w这个 闹这个顶点 对吧 啊传进去 对吧方便你处理 当然这里也错了啊 这里应该color ok 咱们再捋一下这个过程吧 首先我们初始化了一个对象对吧 存储了各个顶点的颜色 比如说a是白色 b是白色 等等等等 一开始的时候全都是白色 ok 然后第1步 我们对a执行什么 对a执行入列操作 对吧 在咱们对里面对a执行入列操作 假设咱们传的 便利的开始的这个v是a ok v是a 入列 然后呢如果对类不为空的话 一直执行以下过程 首先 对这个元素出列 就是a出列 对吧 a出列然后怎么办呢 去获取它全部的边缘 那它获取到边缘是哪一条 是这一条 a a跟b a跟c a跟d的边缘 对不对 然后呢去便利 它的边缘 通过这个forge环去便利它的边缘 对吧 然后呢 w呢 就是便利到这个边缘 比如说现在 啊咱们开始便利的时候 w是这个b 对吧 w是这个b 然后开始便利这个点 然后需要这个判断了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只会 对什么节点入列 只会对 未发现的入列 对不对 已发现的还需要再 再次入列吗 明显不需要 对不对 比如说 呃待会我们 我们 啊这个点当然不用说对吧 已经发现点不需要再入列了 只是要对这个新发现的点入列 那么新发现点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颜色是白色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未发现的点 对吧 那么OK 它入列 那这时候 我们想一下 b 是白色吗 当然咱们在初始化的时候把它变为白色对吧 OK 它入列 然后接下来 把它颜色标志什么 标志为灰色 对吧 标志为灰色 然后呢 对它入列 b入列了 对不对 然后呢发现了c c是不是也满着这条件 颜色呢也为白色 然后呢 啊 那么也可以入列 并且标志为灰色 对吧 c也入列 d也入列 OK 好了 那么a便利完了 a可以完完色了 并且 呃标志为什么 标志为黑色了 black 对吧 标志为黑色了 好了 那么这时候 不要喜欢继续开始 堆列为空吗 不为空 OK 继续去取一个元素出来 继续取元素 这行代码对吧 那么取出来什么呢 取出来是b OK 那么OK 下一步什么 便利b的全部的边缘 那么它的边缘什么呢 是这个边缘 b跟a的 b跟e的 b跟f的 对吧 OK 现在啊 咱们 这个w是咱们便利到的每个 每个边对吧 OK 首先它便利到的这个a这个边缘 a是白色吗 a不是 a现在是什么颜色 是黑色了 因为它已经便利完了 那它需要入列吗 不需要 跳过了 对不对 那这一个呢就不执行了 a不执行 那么在执行到哪一个 到e 比如说到e 颜色是白色吗 OK e标志为白色 并且入列 f呢标志为白色 并且入列 对吧 f标志为白色并且入列 那么b怎么样 b搞定了吧 发现它全部的 呃 节点了对不对 发现它全部的 临界节点了 那么b出列 并且呢标志为黑色 现在呢 有两个黑色的了 所以现在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什么呀 它是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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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 从c开始 c 怎么出列 去便利它全部的边 是那两条边 ac 跟cd的边 对吧 这两条边 对吧 它出来 然后呢 去便利accd两条边 然后 它发 它能发现白色节点吗 没有白色节点 对吧 这个是黑色 这是灰色的节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呃 它就可以直接出列了 对吧 并且标志为黑色 ok 它变为黑色了 然后呢 对DEF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就全部变成黑色 然后最后全部出对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便利就完成了 对不对 那么便利的这种顺序呢 是abcdef 这么一个广度优先的一个顺序 ok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理解 呃 黑白灰三种状态 对吧 理解黑白灰三种状态 ok 这个过程呢 咱们就不再重复了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 也不算最简单的吧 代码是稍微点复杂的一种便利方式 但是呢 你要注意区分上的状态 一开始全都是白色 对吧 然后后来呢 部分被发现的节点变成了灰色 部分探索完了呢 变为了黑色 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这个对列被清空 这是这个代码最好玩的一个地方 我们使用了一个 这个一开始就学的一个数据解构 这个对列对吧 来实现了咱们图的一个广度优先的一个便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